我爸媽小時候很怕聽到我外面的聲音 或者聽到羅古茶的聲音,他們是很緊張的 因為怕我無緣無故會跑走了,失蹤了 這就認定了自己很小時候很沉迷,也很喜歡舞獅 小時候也有想過,為什麼小時候會喜歡這麼特別的活動呢? 原來我自小就找回很多,自小自己經常會收集很多展報 總之一有舞獅的東西,我就在這裡儲,儲了一大堆 經常都要拿出來看,各樣的東西 到了長大一點,就開始上學的時間 都很想接觸這個活動 但是我回的學校也不會有這些活動去玩的 周圍都會去,即是董盛之後 怎麼可以參加這些舞龍舞獅的活動呢? 那麼好機緣巧合去到小學的時間 那就有機會可以接觸到真正去舞獅的活動 因為當時剛好,學校就有那些暑期訓練班 暑期訓練班,即是在你放假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工作,你家人又沒有空理你 你有什麼活動,剛好有一個叫做省屍班 我媽媽的家人一直都不贊成我玩舞龍舞獅 為什麼呢?因為當時香港的社會氣氛玩舞獅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所以家人完全反對不讓我玩舞龍舞獅的活動 但是小學的時間,有學校收到一個傳單 就說,跟我媽媽說,媽媽有個暑期活動 暑期活動就是叫做舞獅班 我媽媽就以為我去唱省屍 讓我加入了,因為那裡寫著省屍班 她以為我是唱歌的那些省屍 但是其實我是參加省屍班 我才可以正式進入一個舞獅的師團 去學習舞獅的東西 在這段期間,因為我比較來向 又只是喜歡玩舞獅而已 我完全不喜歡打工夫、武術等等 我從小到大都很奇怪,自己有一個很壞的習慣 我們經常靠著一些武獅師根本,他都是抠遇的 經常常在這裏打鼓 經常利用武獅、打鼓 adjustments 從小到大都還能經編償給人罰 我們就語wash到什麼 莊瑹彤,你沒有嘈 coconut 者是在那裹上한데 做所有情況給我 然後讓老師 Brendan 罰 pracy 所以从小到大都有一些很奇怪的嗜好 一听到舞诗就好像三云见到七柏就走了去追着舞诗的声音 又见到舞诗站在那儿,看着诗头都可以站在那儿看整个钟 所以这个都很认定了自己自小就很喜欢舞诗这个活动 正式加入了一个龙丝团,在这个期间挺特别的 加入了一个龙丝团之后,因为我比较小,那时候也是小学一年班 在小学一年班参加了这个暑期训练班 即是省私的暑期训练班之后 那里的其中一位教练可以叫做 就会觉得我很独特,为什么这个小朋友懂得打浪古茶 就开始叫我出去参加一些表演 那去到中间,一个星期内都会去练习一次的 不过有一个家人反对,所以都不是很多时间可以去玩到这个活动 但是24小时都常常睡觉,每个人都会想着我何时可以再出去玩舞诗 所以我从小到中学的时间都不是很多机会可以玩到这个活动 但是都很沉迷,非常沉迷,经常都是去看很多录影带 不断地重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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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带都花了,每天都要看 每天都要听老茶 那去到中学这段时间,我可以进入一个龙丝团 正式去练习,去表演,看到开始有很多舞士的比赛 这段期间,去到中一的时间,15岁左右 15岁去中一,就停止了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家人建议要去外国读书 然后去到加拿大的时候,就完全不能玩了 这个活动 那段时间是很辛苦的 很不想放弃有得玩舞诗 因为中间这段时间都很大班人,很多师兄弟 一起可以去练习,去玩舞诗 在离开了香港之后,我去到加拿大读书那段时间 完全不能接触舞诗 因为我读书的地方真的比较偏僻 在加拿大叫沙省 那个地方,我整个省里面 唐人可以数到50个左右 因为我有两位大姐姐,我大姐姐在那边读书 那时候家人又不太多时间去照顾我 所以我就跟了我姐姐去加拿大读中学 继续读中学的课程 而这段时间我也是很喜欢舞诗 不过在加拿大那边 刚刚进了加拿大这个社会那边 都会到处去找 有没有玩舞龙舞诗 其实完全没有 我只可以经过以前上网没有那么发达 只是靠一些其他省份 例如大一点的省份 例如像温哥华、多伦多 知道上网看到 原来加拿大里面在温哥华 或者在多伦多都有人玩舞诗 就开始尝试打电话去联络他们 你们那个农师团 有没有什么录影带 各样东西 那就很机缘巧合 就联络到加拿大的另外一个省的运动员 就说你们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视频 各样东西 或者有没有录影带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什么上网 DVD 那些都没有 只得配录影带 那就很幸运 他好像 玩舞诗好像吸毒 那段时间 没有得看这件事 没有得听这件事 就 直接找到加拿大另外一个省 就问别人 你们有没有带 谁知道有得卖这些带 他就联络了加拿大的温果华 其中一个农师团的运动员 就说 你可不可以卖这些带给我 好像他指握卡 那段时间 就看那些录影带 和刚刚上网才开始盛行 有人开始做一些网页 看到一些武师的照片 就去自剪 那在这段时间 就是在我那个 武师的 去到加拿大历程 就是这样 给大家看 我记得 你来看 我记得 你 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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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